因为你就反正就是知道就好了 因为你不要干扰别人 干扰别人 所以特别你们去住酒店 酒店都是很软很大的床 然后你要换成榻榻米 所以我想菩萨是随顺众生 让众生欢喜 只要大家欢喜 海道法师陪我们吃晚餐 我们欢喜 那我陪啊 陪你是宵夜没问题 只要你学佛话 我不会说 我过步时不要跟我讲话 你唯有跟我吃饭 才可以跟我聊天 其他时间哪有时间跟我聊天 我这个人又不会聊天 所以那是吃饭嘛 你只好聊天嘛 谈谈佛法 所以陪父母吃晚餐吃宵夜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才叫菩萨 菩萨令众生欢喜 菩萨以利他为主 当然戒放在心里 我完全不贪 我完全不贪 所以要有这个想法了 所以去做 当然在道场里面 那一定要严格持戒 特别今天所八万宅戒 至少在这三天 各位在寺庙里面 那叫严格持戒 菩萨是这样子的善巧方便 随顺佛法叫法随法行 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生命 把佛法融入于法 融入于菩提心 融入于佛的心 把生命奉献给三世诸佛 好不好 佛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 佛叫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没有个人想法 所以各位佛法是为了众生而视线 佛法不是硬邦邦的 所以要这样去了解佛法 那这个愿力就成为我们的生命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祈愿 发誓愿 愿我分分秒早 不离开柔软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能够安住空性 愿我分分秒秒影响众生 那么也能够离苦得乐 发起菩提心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要把我们活着 都是为了众生 甚至为了众生 去除相貌 下地狱 做老鼠 做穷人 做丑陋的人 做贫穷的人 做低贱的人 只要能够让对方 因为我的低贱 而发起一个出离心 那我愿意视线低贱的样子 而不要有所照顾自己的形象 照顾自己的现实的幸福 这些都是虚幻的 你要全然的去折磨自己 当然如果各位要这样修 你一定要找比较严格的老师 所以像我的严格的老师很多 对我帮助比较大 所以因为我爸爸非常严厉 严厉到极点 我的师父跟师公像有他心通一样 你想什么他都知道 但是这样对我帮助非常的大 所以我时时刻刻的要去旁边 大家指指教我 告诉我哪里做错 因为不能爱面子 一个人如果爱面子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们的目的 是为了成佛利益众生 所以要摧毁自己 却要爱护承担所有众生 不能放弃众生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喜欢修行修法 但是他就忘了众生的苦 这个是违背大乘佛教的 各位记住 刹那时间 分分秒秒 都不能离开 我认为这个做不到 但是随着八观宅姐 这样拉紧批条 这样养成习惯 慢慢一天习惯 一段时间习惯 常常习惯 所以有些人天天笑 但是他把笑成为他的三昧夜戒 在任何情况他还在笑 这个叫修行 心情好的时候会笑 心情不好的时候没力了 电池没力了 讲话没力了 那就代表你要脱离修行 高兴的时候笑 生气的时候要骂 那这个都离开了修行 所以个叫刹那时间 都不能有世俗的分别 刹那时间都不能够离开 悲心 柔软心 菩提心 不能懈怠 保持正念 当勤修六念 为了罗扯 有三宝的加持 念佛 念法 念生 念来世 念净土 念慈戒 念了众生苦 一个人觉得他得癌症很苦 每天都不笑不笑 哪一天他突然 他笑忘了自己得癌症 家人一定很快乐 你看他忘了他得癌症 但是如果他这个心能够持续一两天 他癌细胞就慢慢减低了 为什么 他的信念没有在过去那种烦恼吸性 癌细胞就不会增长 癌细胞也好病痛是随着你的念头再改变 如果你的念头 为什么八万灾界可以除病苦呢 八万灾界可以断除伤恶道因的轮回呢 因为一天一夜保持这种六念法持戒的状态 那些恶业都断除掉 九恨都消除 重不重要 修行不是多长多远 而是你要保持这个习惯 如果你要修金刚秤 太伟大了 那是保持在敬畏来际的状态 但是这个也是要努力吧 各位 等一下美国总统会颁奖给各位 你来到我们美国受保万灾界 短期出家 造成美国现在一切都会很好 会发财的 会不会 各位 你不要说我讲笑话 这真的啦 受保万灾界的功德真是如此 能够净化整个世间 能够把福报来给世间 所以我们今天保万灾界短期出家 会向中国美国之间互相帮忙 好不好 只有贸易合作 没有贸易冲突 有没有功德 一定有了 过几天他们就OK了 因为我们首届 老百姓就快乐了 大家一切都圆满 所以我们不入虎穴 冤得虎子 那问我说师父你为什么要去美国传 这个时候是重要 来这边传一传 化解双方 来这边把功德把它融入 所以这是佛教徒他的这种责任感 因为他相信佛法法力不可思议 世间法小case 用佛法一切可以改变 像我坐在这边上供诸佛 护法善神六道众生往生排位 消灾严寿 每天都保持这个状态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议题指挥中心 副指挥官陈宗燕 目前所有入境人士 一律需居家检疫14天 提醒您 居家隔离或检疫期间 绝不可外出 如果有日常生活需求 无家人可协助 包括就医安排 慢性病领药 送餐 垃圾清运 心理智商等 都可联络各县市关怀中心 另外如急需探视其他家人 建议可用视讯方式进行关怀 再次提醒 如您正接受居家隔离或检疫 一律不可外出 违缓规定最高可处100万 并不得领取防疫补偿金 防疫期间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最后请大家给正在居家隔离 或检疫的亲友支持与鼓励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提借大当 发无伤心 自归一发 当愿众生 深入金泽 只会如何 自归一色 当愿众生 同理的旧 一切无完 何难生中 你广结上愿以后 自己也觉得生命没有浪费 生命最高的快乐跟幸福是什么 念一下 服务众生 你发觉你能够服务别人 那就是你生命最高的幸福 我们赚了这么多钱 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就是拿来布施 周取水患 五一二地震 各位有没有布施 那边有灾难 我们今天拜水灿 拜梁皇 大家一直回想给他们 你就这样拜的时候 快不快乐 快乐 因为你知道 你不是为自己在拜的 你是为所有受苦的众生 在拜佛的 所以我讲到这里面 我希望各位 从今天开始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念这四个字 来 当愿众生 对 等一下各位要吃饭 为谁吃饭 为众生 不是为你自己 你吃了饭 下午才有体力 继续利益众生 知道吧 你要去逛街买东西 当愿众生 如果你逛街买东西 是为了众生 我要穿好看一点 我要健康一点 这样众生才要听我的佛法 你睡觉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睡觉 我睡觉了 我精神好 我明天才可以服务众生 放生 睡觉有没有功德 睡觉变功德了 如果你睡觉只是 我好困 我要睡 那没有 自私的浪费生命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 你所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别人 为了众生 那这个叫菩提心 这就功德了 不离开发心 不离开菩提心 所做的都是成佛的工作 离开了一个立堂的菩提心 服务众生的心 所做的都是磨的工作 互生功德书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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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